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9月10日,这是今天第二场读报电评节目 关于秦刚这个案子,我认为讲得最比较可信的,那就应该是小蒋 根据他讲的消息,秦刚现在软禁在上海,不是完全的自由 而且这个案子是由书国证 我又看了一遍这个小视频,叫书国证,他办理,具体办是他 那么我要讲的心动就是,根据我的理解 他为什么把他软禁在上海,不在北京 因为北京是政治中心,非常敏感 他当过外交部长,又当过这个著名大使,对吧 而且习近平外访在欧洲 他对习近平的一些情况非常熟悉 比如说吧,习近平的习惯 动作,习近平的爱好,习近平的性格 甚至习近平的身体的状态 应该讲还是很了解的 这正是习近平最害怕的 所以为什么,虽然是高举侵犯了 不像别人想象,可以自由活动,没人的事 据他讲是软禁在上海的一个地方 那么有人钻人看着 我想是应该是这样,怕他走路消息 因为上海是经济中心 不是像北京那么敏感 离那些什么外交部啊 那些外国驻华使劫 使团呢,那些办公地点比较 有点距离感 另外还有一个大上海 它是一个经济中心,对吧 可能他们的国家安全部 还是什么部门,我不太清楚 在管理和监控它 上海可能便利条件更多一些 军警特线更多一些,更专业一些 所以他可能搞这种处境就像 高斯凯讲的 你们在永远见不到他 那可不是,你远近这个地方 进出的人都在经过登记 他不用多了,他放一个人看着就行 就是你进出找你的人都是批准的 注册备案,甚至要证审的 就怕他走路消息 这个保守机密一般来讲 最起码的五年以上 就五年到十年以后 可能才能放松 一点点就放松 这种情况都是攻击拉死投影 只要能活下来就是胜利 根据小强讲的情况是 有人跟他说情吗 我不好去判断 我觉得呢,这是习近平的想法 就是说防止走路消息 用这个安全局审讯我讲的一个专业词 就是他们内部专业词 就是什么呢 限制执行范围 这属于国家机密 你比如说你要知道习近平有什么习惯呢 详细情况 你就可以针对习近平暗杀他 这个搞他一下 所以习近平很恐惧啊 非常恐惧啊 咱们不太清楚是彭北元说情放了他 还是想小姐讲了其他人 咱们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啊 这个比较可信 就是把它放在外交部下面一个出版社 就给个级别 他讲到了正听节 也可以啊 那工资也不少 是吧 吃喝没有问题 想玩乐恐怕没有什么 这个 当然了将来下一步怎么样 这要看中国的形式 人都是这样 那独裁者 统治者都这样 他想象的 在我统治下 要千秋万代 所以你是终身见不得阳光 没那事 你当年薄写来抓我的时候 他想象我就死在里面了 你看这个 薄写来的秘书 告诉我 你谁救不了你了 你这一生 就是就完蛋了 就看你的运气怎么样了 因为你想 马上薄写来就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了 他想象 先是省长 辽宁省长 然后书籍 然后就是到北京了 是吧 习近平现在也是这样想 习近平想我千秋万代 然后我儿子 我孙子 没那事 这就看你秦刚的造化 要在我看来 可能太迷信了 就看你平常为人怎么样了 看他这个情况 好像这个人挺走运 那证明他可能以前 也不是一个很坏的人 可能也做了很多好事 是吧 冥冥中总有一张大手 保护着那些 应该保护的人 一般都是这样 你看这杜文 十二年 说习里话 有几个人活着出来 活着出来 还能讲话 长得白胖胖的 这个你都不是白给 那一定是非同寻常的人 我告诉你 秦刚以后 你说能不能看到他 他能不能出来 这就看将来 中国社会怎么变化 也可能习近平明天就死了 就没有了这个人 也可能抓起来 也可能挑起战争 民主化了 到那天 秦刚就要站出来 检举计划了 就要讲他这些真相 到底是什么事 所以我不好判断 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们这个年龄的 要多向年轻人 续心学习 我看有些人 还在这吹 是你获得新消息 人家还是真正消息 我估计 我估计就是美国情报部门 就今天海外万维网 讲那个情况 也是同小讲知道的 美国有美国的情报系统 像美国呢 有些研究所据说 有些什么基金会 什么 其实都有 共云党也是这样 都一样 加拿大也一样 我认为 都有军警特限 只是人家司法是独立 不能滥用权力 你别管这什么部门 做一个人 老老实做人 这就行了 就不怕 深正不怕影子写 就是要 有些人在手术底线 不能做的事 违背原则的事 不要做 就这个意思 关于这个事情 你们自己看到 我只是澄清一下 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我所看到的 很多关于 秦刚的故事 到此应该讲 就算一个 比较可靠的 靠谱的一个 还活着 你想 你想出这么大一个事 这么高级别 国务员的 就不想 突然间出这么多事 还能 告诉你 还有个工作 还活着 已经比刘亚洲好多了 刘亚洲现在都没有影 那么我们再来看个 更大的消息 其实现在消息很多 就是今天 台湾的媒体披露的 也就上一次 中国前海军军官 看见没有 海军舰艇的厅长 叫阮方勇 今天六月 就今天六月时候 有一起不是架着 小橡皮艇 是吧 快艇啊 偷渡到台湾 台湾不放心 他说他投奔自由 台湾不相信 确实 因为你台湾是明处 你是暗处 就像有些人 他说是 你我的粉丝来见 一般我都不见 因为说 我在明处 你在暗处 我也不知道 你到底是什么原因 轻易不见 就希望大家谅解 就是一个是没有实验 身体也不允许的 身体年纪大了 这个 咱也不想求人 是吧 就这个意思 他这个就是台湾 不知道这是真还是假 这个人 现在看来今天发表的消息 新消息 他讲 这是万维网 世界新闻网 他说呢 造一未经许可 入国罪 涉嫌起诉了 因为台湾是法治社会 啥事都是有法治程序 对啊 你说你投奔自由 那法官定 不是赖心得敬 和赖心得关心没有 我就跟你讲 你要搞清楚 中国国宣传 给中国老百姓 整的找不到本 一位赖心得 一言九点 没那个事 我告诉你 说失灵地方法院 今开庭审理 就是这个地方失灵 我们去问台湾 大概是不是属于 他管辖的范围之类 那么 如安认罪 他认罪了 要求自首 他自首 要求重行量刑 就他这个处犯 台湾法律 叫庆子判 是吧 并当庭 为了交换 救自己 他交了情报了 什么情报呢 福建省沿海军事 部署情报 就是 你的通名状 坏刑期 是吧 这很有意思 这个是新情况 以前我没听说过 他能这个 如果他这个 情子拿上以后 这个经过台湾监定 觉得挺 好谱 那也可能 这个人真是 偷问自己 我要告诉你 这个厅长 我接手过 不是这个厅长 就这个级别的 就是 就是我关押在 海军基地 看守所第一个月 隔壁那个 新李的厅长 就和他级别一半大 厅长 杨文的小战士 和混书告诉我了 人家新李 安徽人 当时啊 好像是三十多岁 三十六岁啊 判死刑了 他跟他老婆掐死了 以前我讲过了 等过几天 我还恢复 恢复 恢复了我 因为我是个懒人 另外 说新里话 为了生活 人们四处奔徒 很多事啊 真的 干不完的干 有时候想起来 这是啊 这个 叫防农啊 防农在爬行 说的 因为咱在靠自己啊 对不对 你不能靠其他别 咱不能靠运动 也不能先 导什么基金会去漏钱 咱都不干的事啊 咱们不和官方别说 咱也不拿着 政府的这个那个 都有案可查的 我也不是难民啊 有个海外媒体报道说 我很难民 没有 我从来没申请过难民 也没拿过一分钱难民 接 我靠投稿啊 这个稿费 很微博的稿费 和自由达电台的稿费 因为他不不 我不做评论员 生存 生存到今天啊 现在在拓展 就是有这个小平台 我要告诉你 那么 这个厅长有意思说是 呃 交了这个情报 他说请法官呢 交给公安局 全案本月18号下午2点 办宣判 那人家看这东西 到底是不是真的 如果真的投奔自由 给这么大的情识报告 台湾就要 就高台贵手了 是吧 这个是咱不太清楚 结局是什么 法官是独立审判的 他说呢 失灵院审理 软性案件 软拒绝 检疫程序 经由审判长 受命及陪审法官受理 他这个是对的 如果他是真正想投奔自由啊 还停是人越多 就法官越多 不要检疫庭 检疫庭几个人就定了 永远就会出错啊 多一点人 自然人就不同的意见 他是想这样 看来他听懂啊 说是 审判长就问他 说中国现在经济不错呀 你不是媒体宣传 新华站人们 每天催吗 什么好那么好 既然你那么好 跑咱来干嘛 这问题有意思的啊 然后他就讲啊 他说不怕你被遣返面临严重的问题 遣返完了 如果他真投奔自由 他遣返这样可能就杀头了 我告诉你 就现在这个形势 假如他是个厅长 就像我隔壁看的 怪那个小李子啊 他死刑了 那这个 那挺可惜 年轻的生命啊 当然他那犯罪了啊 他的情况另当别论 我不好犯出来啊 我是说什么 要遣返 他命就没了 就现在这个形势 那他给你投敌 叫投敌叛国了 是吧 细皮就要抓典型 为什么 他级别特别低 像听长算啥呀 他就讲 软性回答 社会制度 不断给人带来苦难 离开大陆 就是为了推翻共产党政权 相信民主自由的世界 能容得下我 软性请求给予 自首规定 从轻量性 这意思 我来就是为了投奔自由 这就人生赌一把了 赌赢了就赢了 等输了就咔嚓一声 就像那小李子那厅长 在我隔壁晚上 都快拍死刑了 晚上就要死了 还断练身体 哎呀 这房间 就是不对那些打拳 我在那缝里看 有小缝 还得看 挺有意思的 想想人生 这是一场 就是大戏 真的搞不好 一念自擦翻了 我老江索性活到今天 我每当早上 醒来看到太阳 我就想给你们讲讲 为什么 我要是不活着出来 就死在国内的话 你们就不知道 我跟你们讲这些故事 也不少了 对吧 好多事我都给你们讲了 你像他这个案子 我现在不好判断 但是可以看出 似乎 有一些 有一些内容 有些 有些故事情节里 他就讲了 法官就问他说 你怎么偷渡 为什么到这来呢 他回答 从三都港头 码头 三都港 处发 前往西南方向 躲在中国养殖船中间 中国有很多养殖船 就养了海带 那海带 到现在 种植海带 是叫 海带分苗集 就是那个苗的分开 那是我爸爸发明的 江启德 启发的棋 你看长春话报 黑白长春话报 1960年代的 有报道 就我爸爸 大连水山养殖公司 为 职工 江启德 发明了海带分苗集 我爸爸是文盲 你想他能发明海带分苗 就海带那个苗怎么分 种在那个水上 到现在用的 还是我爸爸在起书 我爸爸一分钱 没拿到手 刚发明不久 给点奖励 什么奖励 一个奖钻 什么也没有 然后就参加抗敏 援朝战争的 我家里绝对是一个 给共产党立下 我爸爸流血流汗 就挺过来的 但咱们这后代还在坐牢 你就想想 共产党是白眼狼 你记住 海带分苗集 原先我都不相信 我后来 我去专门到 我不是香港文化 东北站 有一个条件 我当吉林 长春 我到那图书馆里 找出那画报 是黑白的 我就看 有我爸爸照片 年轻的时候 发明是我爸爸的 直到现在 所有国家用 种植海带 那个苗怎么分 有个海带分苗的机器 这很简易的 这就是一个巧合 那是我爸爸发明的 我告诉你 我爸爸种了一辈子海带 我哥也是大连水产养殖公司的工人 我妈妈也是临时工 也是塞海带的 我告诉你们 所以他就是讲什么养殖船 现在养殖船养海带之外还养别的 你养海带不赚钱 太少赚钱 他们什么养海参 鲍鱿鱼就叫水乡养殖 水乡养殖 那个跟我一起官员 在大连开发区 大连看的时候的时候 有个福建人 姓陈 他就喜欢这个往乡养鱼 他的房间那么多书一本 确实讲怎么养水上养鱼 他说了等放了以后 他上福建的水面养这些海产品 现在养海产品很赚钱的 很多是希望养的 包括那小黄花鱼 我告诉你们 他可能有很多渔船 特别多 很密集 他说他藏在那的 开得很慢 有点道理 我告诉你 你慢他看不着 他为什么慢 他说迷惑解放军的雷达 以前称在海军 赴任职潜艇 就潜艇 听着因此计划附台 就他懂 他意思 你怎么来了 你这么远的距离 你怎么藏身 他那个小渔船不是没有雷达 雷达搜索不到 他藏在那里边 那个缝隙 审判长为他 为什么你选淡水呢 他说离基隆近 如果不能通过台湾海峡 备岸就是开往东 往东引 这意思他很了解这个水路上 哪一条路能走得近 能成功 他讲他为什么来 怎么来的 他指出呢 当日撞到交通船 是要调整角度 重新停泊 因为台湾看出很多遗点 专家就看出你这个走着路线 有些遗点 他要给大家讲一讲 我为什么这么走 否则你就属于解放军派进来的 是吧 现在也不能排除 是解放军派的 就潜伏下来的 是吧 说是上岸以后请船长 落过他自首 就通过他们要自首 如果要逃跑的话 他说我要如果逃跑就不会选择码头上岸 他不想逃跑 他就想 他不是侮辱台湾 他也不是什么卧底特 我是这些投奔自由 我经过精心策划这个路线 现在藏身在那个 就是那养殖船当中 因为他就是老百姓 我估计养殖船特别多 都是为了生存 为了生活 人们都在那奔奔 因为你弄的海产品 为了卖俩钱 养家户口 老伴儿 孩子上学费用 每个人都是这样 他说当日到台湾以后 船就快了一点 才能让台湾海巡的雷达识别 希望巡警能拦截 所以这个姓阮的人 上个月出庭时曾经讲到 他以前长期在军队任职 对军事有充分的认识 可以协助台湾对抗 中国的军事威胁 他意思 你别给我签卡回去 你要我 要我以后 我帮助你反随了 我成为叛徒了 咱们打中共 就这个意思 他说呢 而且他把这个资料 拿出来的叫福建 严 军事部署 情资情报 咱们不太清楚 这什么情报 真假 还玩了 专家一下就看出来了 就是要提供给国安局使用 请法官帮助转达 那就证明 他在计压期间还不错 有笔和纸 他不可能这带在身上 也可能在带在身上的 咱们不太清楚 因为咱这一生 不从此情报 咱也没看过这种东西 这是第一次听说 另外就是我隔壁关押 那个厅长 他就是那么一段时间 而且没有直接交流 咱不太清楚 这个厅长级别 到底能获取什么东西 但是我倒知道 就是水面舰顶学院那些人 那些就是官兵们讲 说他们呢 海军有个最大的事 就是什么 他们单独行动 就他们是相对是一个独立部门 一出就直接一个厅 一大帮的人 是吧 所以如果出事 他们这人都出事 所以我就讲 如果中美要开战 比如说和美国打起来 和菲律宾 台湾打下来了 有可能 中共的海军会 很多这样投奔自由 就投靠 就是台湾自由世界 因为他们心里已经翻透了 一跑他们就是一船 这是肯定了 不会是一两个 要打起仗的话 因为他们有独立一个部门 就是传说 比如说成长 政委 说要反 咱们都反了吧 就跑了 估计没有几个人 可以信平满命 我认为 我跟你讲 为什么呢 你想想他们 对中共的这种极权统治 我太了解了 因为我不了解这个案子 我毕竟是生活在大连 我从小就在老虎滩旁边长大的 你就想想 那不就大连水面舰顶学院吗 原先叫海军学院 是吧 一来就发展起来的 改了好几次名 规模越大 经常就 那时候游泳都 就过着铁丝网 就是他们了 也和他们打交道 我要告诉你 就是说 不是铁板一块 有可能他是投奔自由的 那这篇文章告诉你 法庭的情况 审判长当庭 就收下了姓吴安这个人 讲的情质和答辩状 台湾法治很健全 怀疑你是特务 但是要走程序 权二说今年九月十八号 也就还选择个九要法 两点半宣判 就看法庭怎么宣判 现在如果说遣返 他倒霉了 他回去后 如果是真实投奔自由 咔嚓一声就把 他关到监狱里 最起码死缓 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习近平就要用这个案子 寄中共的旗 就是这属于在一个危险的时刻 投奔敌人 汉图 狠狠地傻 估计关到那个卡州所里 就会像我的待遇一样 我正好看着 关着铝森海军机里 看着手 他在福建 我不太懂 他应该翻了 关到什么地方 因为海军的监狱啊 在危海 我告诉你 这是关阳我小战士告诉我的 他跟我会说了 他说我们 要是判完刑以后啊 就关到危海 那个有一个 他就是 北海 他是就北海 应该是北海舰队 他就是福建 是南海舰队啊 我不懂啊 咱们对部队所知甚少 幸好咱们少 要不少倒霉了 他给咱们强架 也不好强架 是吧 这啥也不知道 台湾也没去过 是吧 所以我看的这个 就是 咱倒不能说希望了 咱们有这个 没有这个 就不能这样讲 我就想考虑到他的情况 也许他是真的 放他一条深路 是不是啊 如果真是投奔自由啊 这里还有一张照片啊 咱们我从个面相看 好像像真的 因为我这个人 不是会看外相 貌相啊 我从面相看 好像像自己 像真的啊 头少少 那个人还挺长的 武官挺端正的啊 还招手露出笑容 我估计可能是和那些 激压他的人 如果是他的真是 头部自由的话 你想这一瞬间 他的心情呢 是一定是 百感较紧 无法无以杂陈的 我刚刚不讲的了 人生啊 就是赌一把 赌赢就赢了 赌不赢 上墙了 就消失了 我经历了这个 老彼此在才五年 零一个月啊 我看到无数个生命 是怎样的啊 就是 就稀里糊涂的 就终结了 随风飘散了啊 所以如果能 能就是相信他 留下来了 这也有风险 因为说假如 这是中共派出的特务 潜伏下来 因为你放了以后 他就可能 就有身份了 将来 我不太清楚 按照台湾这个 这个有些规定 应该怎么办 是吧 是到第三国 还怎么样 咱不好说 那将来有没有麻烦 而且还有个示范作用 对吧 因为什么 一定 假如咱们假定 他是真想 投奔自由的战士的话 就军队里的战士 这个 那很多的就是海军 他跑了海军 肯定内部就要穿达 开会 中共的军队很伪善 他不会给真相告诉你 连那个军队里的报纸 都不会报道 本人有内裁 内部报道 咱也看不到 那就大事了 那如果说你接受他了 那可能就服务 更多的官兵 投奔自由 是不是 你做好思想准备 就要接待 如果你把他遣返回去了 可能就会 这个刺伤了一些 真的想 想着欠投明人的心灵 这个确实是很大的问题 这是法官一个难题 我理解法官的心情 但是咱们从善良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如果是 看他这些文字材料 确实可靠 一岁从无 那可能对他来讲 是一生很大的转折点 说心里话 只要获得自由以后 多苦多累 咱自己打工 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说心里话 你就说没钱 没钱咱给别人免费做事 是吧 中午晚上管一顿饭 咱就挺高兴 说心里话 而且老江 不管谁 咱知道咱能吃饱了 晚上有地方睡 都是人间的幸福 你看在中文国 他说心里话 你没有自由 是当官有钱 有势 但是没有自由 言论自由 没有这只嘴 要找针锋上 随时都可能闯祸 我觉得生不如死 我最喜欢的生活 就是自由自在的生活 就是咱只要按照法律去办 法律和法规 其他事都可以做 那么咱们就 靠赞自己的努力 就是心情努力 能做什么 做点什么 如果能赚很多钱 就过得生活很好 如果赚少的钱 做得比较好 如果没有钱 过得去 自得其乐 而且一个是正确 一个是感 就能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看着 就心情真是很矛盾 很复杂 这是今天看到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消息 可能下场 我回来 跟大家分享 更多的报道和评论 因为刚才还有很多 关于美国的情况 战争有可能发生 和大家再分享 谢谢 再见 再见